大家好,今天我做了一款香酥葱花饼 看一下,外素里软 用手一捏酥脆掉渣 喜欢的家人一起来做吧 本地是400克面粉 先用80毫升开水烫面 边加边搅拌 再加入180毫升凉水 搅成大面絮,下手揉成团 面团比较粘,把它移到揉面垫上继续揉 用视频里的手法揉搓两到三分钟 揉到光滑细腻就可以了 盖好,醒面二十分钟 调个油酥,上碗中加入面粉 椒盐 然后淋入热油 搅拌均匀 调成这样丑一点的油酥 这样烙出的饼更加酥脆 醒好的面千万不要揉 稍微整理一下,分成三个面剂 案板上撒一点干面粉防蘸 取一个面剂立起来团圆按扁 接下来取出一个整理好的面剂 用擀面杖擀大擀薄 淋上油酥 挖均匀 拿上葱花 像视频中这样,分成六小一大七份面片 注意切的时候,切到半径的二分之一处即可 先把六张小面片依次叠起来 最后用大的面片包起来 把边缘抻一抻,推到底部 然后整理圆润 这样一个生坯就做好了 全部做好后,取第一个做好的面剂开始擀饼 因为第一张做好的面剂有一定的行制时间 擀起来不会回缩 擀的时候两面都要擀 这样层次保护均匀 电名称预热淋油 放入饼皮 饼的厚度摊烤视频中这样即可 全程中火烙饼 烙至一面定型上色 翻烙另一面 烙至一面金黄,再次翻面 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家里孩子喜欢吃酱香饼 可以刷上这款酱香饼调味酱 再撒一点熟芝麻 外酥里软,比外面买的更好吃,更健康 看一下这个饼的酥脆效果 用手一捏直掉渣 自己在家做没有难度 干净实惠,吃得还放心 喜欢的家人收藏视作吧 感谢观看